欢迎来到我房车 我是Alex老师 新州悉尼全新开发法案 五年之内推向市场11万2000套住宅 暴力推进啊 这些房子大多在大悉尼地区 越往市中心靠 越往交通枢纽 火车大站靠 房子就越多 密度就越高 那现在呢 各个地方市政府已经炒开锅了 有的完全支持 有的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不情不愿的支持 还有地方市政府拉横幅抗议 到海外抖音平台宣传争取支持的 搞得像是示威一样 别提多热闹了 但是热闹归热闹啊 对于我们澳洲房产投资者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项法令大概率会在小改之后全面推行 那么究竟哪些地区房价上涨 哪些地区房价下跌 房产投资在未来的五年大开发建设期 和之后的成熟期会怎么样呢 这房子究竟是买还是不买呢 看完本期影片 你自然会得到答案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绝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项开发法案的内容 给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打个基础 新州政府在未来五年之内 通过州政府直接审批 增加几乎所有土地的建房密度 建造额外的11万2000套住宅 推向市场 这占了新州向联邦政府承诺的 五年建造37万7千套新住宅的三分之一 大悉尼地区一共有33个市政府 像是我们熟悉的City of Sydney,City of Parramatta,The Hills Shire 都属于市政府 也叫Local Government Area,LGA 而每一个LGA都各自为政 互相不隶属 为自己的居民 同时也是选民谋福利 所以就产生了每个LGA审批开发建筑的不同规定 来反映居民的意愿 Local Environment Plan,LEP 就是每个LGA起草的 必须遵守的开发建筑审批的指导文件 当然每个LGA的LEP那就不同了嘛 在LEP之中呢 最关键的规定就是每个地块能够用来做什么 也就是Zoning 在新州的Zoning体系之中 一共有35种分类 其中跟住宅相关的有5种 R1到R5 最简单的理解 R2是低密度 可以建造独立别墅、双兵别墅 R3是中密度 可以建造连排别墅或者是小区别墅 R4是高密度 可以建造高层公寓 当然实际应用呢 比这要复杂的多 那么要改成什么样呢 具体有几点 第一个在整个新州的所有R2地块上面 都允许开发Due Occupancy 就是在一块土地上面开发两户住宅 住两家人 可以是有公用墙的 比如说双拼别墅Duplex 或者是没有公用墙的奶奶房Granny Flat 第二点 在交通枢纽或者是城区中心附近的R2地块 可以开发连排别墅 已经分开地气 长得像连排别墅的Terrace 或者是一到两层低层公寓 第三 在交通枢纽 城区中心 就业中心附近800米范围之内的R3地块 可以开发3到6层的中密度公寓楼 看到这里啊 我想聪明的你已经感受到 新州将会推出多少新房子了 几乎所有火车站就业中心附近的住房密度 都将直接提升一个数量级 但是这还不是最狠的 原来是各个LGA各自为政单独审批 那即使能批下来 也需要好几年的审批流程 现在不用了 州政府直接立法绕过了市政府的审批流程 预计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应用阶段 这将会对整个新州的住宅房产供应端 开发建筑行业等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逻辑也必须要修正了 那么对哪些市政府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我先说结果毁灭性的影响 我举几个例子让您体会一下 澳房测专注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托管服务 V申会员 当好你的投资军师和管家 了解一下请加入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找人问问 请到官网预约15分钟 免费基础咨询 认真学习 欢迎参加公开课 选好投资房 开启创富之路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的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在新州大开发期间 RIDE市政府所在的地区将会增加4万3千套住宅 人口增加10万7千 相当于目前RIDE市政府人口的83% 几乎翻倍啊 很难想象五年之内凭空多这么多人出来啊 基础设施会挤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是假设全部可以开发的地块 都开发的情况之下 显然是不可能这么快实现的 但是这给我们描绘了一个 未来人几人 抬头一看都是住宅楼 看不到天空的时代 属于City of Wright管辖的Mercory Park 其实已经公寓扎堆了 这下好了继续大开发 再盖5千套公寓 你脑补一下 整个Mercory Park就业园区 都改成住宅区的样子 悉尼著名海滩邦带所在的市政府 Wiverley更惨了 本来有年代改和文化气息的街区 都会被现在的一栋栋居民楼占据 风情和特点这种词啊 以后就没法用来形容邦带了 更严重的是在新法案之下 邦带海滩的人口将会暴涨三倍 邦带公寓值钱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不让开发 供应量有限 但是5年之后呢 价格会怎么走就很难说了 有意思的是啊 Fairfield的市长说 They're gonna turn Western Sydney into Calcutta 在新的法案之下呢 西西尼将会变成印度的加尔哥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理解到这个点啊 加尔哥达我去过两次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画风是这样的 哎你就想象一下马路上人挨着人 没有走路的地方 车道上汽车 摩托车牛车并排走 不打转向灯随便并到 还有不少直接开反倒的 交通设施陈旧落后 当然这是一方面了 市长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啊 就是印度移民已经占据了西西尼地区 所以我听着特别可乐 还觉得这市长真是敢说啊 当然他也马上被各种媒体喷 理性上说啊 确实澳洲住房危机的一大部分原因 就是像不要钱一样涌入的澳洲移民 人多了建房速度跟不上 而政府又不得不大量引进移民提振经济 所以造成了这几年房价上涨 和澳洲本地人买不起房的局面 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来澳洲的人太多 住房紧张 房价飙涨 租金飙涨 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租不起房子 生活质量下降 而这些人正在逐渐成为政府的主力票仓 所以政府想要在房屋供给端解决问题 放松开发审批的难度 提高供给量 多建房子 让房子的价格别涨得那么快 而眼下遇到了现实问题 没法让悉尼城市平铺扩大 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 如果建造的话呢 又太费钱 正好赶上政府没钱 所以只能让现有的城市利用率提高 也就是让住宅的密度更高 楼的高度更高 从平铺变成了叠罗汉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完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但是现在这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又遭到了悉尼众多居民的强烈反对 包括交通 医院 超市 幼儿园 学校这些设施的建筑速度 肯定是跟不上的 一定会造成过度使用 即使造出来了 又会不会像是悉尼Rosell区 全新开放的交通疏导路口一样 花那么多钱造出来 每天干的事不是疏导交通 而是把交通堵死 还有一些人会担心啊 那房子建起来 会改变城市原有的风貌 会挡到别人家光线 等等吧 那其实在我看来呢 这只是打个嘴炮而已 年轻人住不上房子 大家骂政府 骂房产投资者 骂得特别起劲 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没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还想把事情办成 你想想澳洲经济这么差 人们没钱 政府也没钱 还没人愿意牺牲自己利益 还想要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房子多多建造出来 然后还要打击房产投资者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从悉尼居民反对 多建高密度这件事情上来说啊 有助于控制供给量 推升了房价 其实悉尼居民的本身 就是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 怎么样 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反常识呢 其实这就是人性了 人呢生来是趋利避害 那种像我开炮的思想 都是后天强制灌输进去的 潜意识中 人们要保住自己的利益 一旦涉及到自己利益 那种什么帮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不能让房价上涨 就全都抛到脑后了 澳洲这种广泛的居民 反对建造高密度 反对改变城市风貌的文化 只要存在一天 就多一天房子涨价的动力 我们作为房产投资者 只要看懂形势 跟上形势 顺失而为 就会水到渠成 在视频最后呢 我们看看悉尼的每个地方市政府 对州政府的大开发 规划的意见 各位在买房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参考 为了不占用时间呢 我只放了图片 大家可以暂停截图 绿色表示同意 红色表示反对 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区域 相关房产类型 未来上涨和下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居民不喜欢高密度 那么这里的高密度推进速度 就会慢下来 就会有阻力 房价保值增值 尤其是低密度 就会更好一些 当然猜房价上涨 这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了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 全面衡量才好嘛 如果法令顺利推行的话 在前五年建设期 短时间不会推出大量房源 对于有投资头脑的人 有预判 对于某些房产 可能是买入持有的好时机 而另外一些房产的 卖房套现的窗口期 至于做买入 还是卖出的动作 标的是什么 还要根据您自身的情况 做个判断了 一旦大开发结束 就意味着窗口期关闭 市场变成了成熟市场 想要比别人赚钱更快 可能会更困难了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自助您 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